Hello大家好 這裡是Chin 歡迎來到流暗到3.10版本 國際服沾望拓荒的第二天半 今天要講的是這隻刺客獨BV 目前拓荒的狀況 可以看到這隻角色呢 在這麼lag的情況下 生存能力也算是不錯 而且目前已經打到勢力王的第四輪 目前所有的勢力王 都已經來到紅圖以上的階段 所以難度算是比較大 目前呢在打合成獸 比如說這個T11的拳尺滿的合成獸 也還蠻輕鬆的 畢竟瓦爾超領也算蠻難打的 這個飛刃風暴這個流派本身的缺點就是要一直貼著往輸出 但毒版本的優點就是 你只要拖著他一瞬間 然後把其他的爆發技能按一按瓦爾版本然後堅韌爆破開下去 王基本上都會被你弄死 刷圖更不用擔心他的效率 靠著抹滅障以及 毒傷的征服他可以一連串的爆炸下去 像這個手 大概六個門以上的雕落圖 你也完全不用蓋任何的塔在紅圖的階段 你直接一路炸炸炸 然後你看你的那個磅蛋有很大的機率還是維持在滿血的狀態 那打這種王的話基本上也就是爆發開一拍挖爾飛刃下去轉 轉完之後你人就可以走了王就自動被毒死了 正常打紅圖王的話大概就是 幾秒鐘的事應該不用到10秒 勢力王大概10秒出頭在紅圖階段也可以 轉死 所以輸出蠻棒的 而且我這隻腳色目前走的機體也算是偏防禦層面 還有一些有效的裝備都還沒有拿起來 所以這樣的表現我覺得還不錯 那今天主要跟大家講什麼呢 就是我發現的 沾望版本的一些機制 由於目前我打了還蠻多次沾望聯盟的內容 所以 應該是比較可以分析一下它 首先這個門其實設計的挺漂亮的 不知道官方要不要做一個傳門 它會被你吸引 然後像是一個磁鐵一樣拉來拉去 然後你要 觸碰到它的話 你可以烈焰衝刺過去 停在它的身體的一陣子 它就會開始擴散出去 然後這個雲啊霧啊會開始飄散出去 飄散出去你就隨著這個煙霧的方向一直走 然後你可以看到左下角這邊有一個獎勵 你隨著你越走越遠 打的怪越來越多 你的那個獎勵會慢慢的被疊起來 目前這張只是水道示範而已 所以難度沒有很高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打完之後會有一些 像是刺蝟的怪出來 他們會放出那種連續刺激在某些地圖詞 的情況下其實還蠻痛的 那我們去看看還有什麼東西吧 哇這個好卡好卡 常常會地面或者是天外飛出來一些東西在各個地圖詞 像是這個 白色的蛋 踩下去之後它也會產生新的這種東西 然後放出這種刺刺的攻擊 包子會生出新的怪 越遠的話怪越多 那這個在直線地圖跟多房間的地圖其實還蠻有優勢的 搭起來還蠻酷的 哇你可以看到這個 類似黑暗版的冰川之刺的感覺 好那我們就一路的衝到底好了 看這張圖能夠打到多少層 目前正常的一張圖其實大概五六層就差不多了 應該很難再更高了 我們就衝到門口 你可以看到這個時候它就已經變得很硬了 可以看到比剛剛硬非常的多 離得越遠越硬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這張是 不知道怪還是怎樣 目前才跌到第三層 理論上跑了這麼遠不該只有三層 它這個血量有沒有 你看到這個巨型薰團珠寶 好然後這個是 羊腳杖 這已經是四層 你看到它這個已經印到不行 如果到紅圖階段 它印成這個樣子的話 基本上是完全無法打 然後怪的傷害已經變得很高了 大家可以白圖 開開看 到很後面真的是印到一個爆 越遠真的是越硬 那我懷疑它的距離跟它的傷害 其實是呈成正比 然後血量也是呈成正比 但獎勵的話可能跟你路上 互動的聯盟機制跟刷的怪有關係 不然理論上來說我們已經跑這麼遠了 不應該只有 才四層而已 感覺有點太少 你看我們跑了這麼遠才四層 那有些圖 怪多的話 特別是跟聯盟機制互動的話 可以打到非常多的 多的內容 看這個最多才四層 好就是掉東西 你可以看到掉的東西 其實很坑 它是那個寶箱跟通貨頁 其實它也只有給你這些 小小的東西 我個人覺得 沒有到特別的優勢 玩起來 不太推薦大家在前期 就開這個東西 那你真的要把這個東西開起來 然後變得更遠 效應很大 那我推薦大家使用一個方法 你要先找出你的圖 很好用 它可以讓你走比較遠 再來的話 你要有聯盟機制 比如說你裡面可能有一個 比較大的裂痕 或者是什麼 有怪比較多 可以一直生怪出來 讓你累積那個層數 不然 你看到沒有 我隨到這麼長的圖 從頭跑到底才四層 才四層啊 我的天啊 而且到那麼遠的情況下 怪其實硬得很誇張 那個怪硬的程度 你可以看到我剛打 紅土小怪 都沒有它這麼難打 真的是越遠 它那個層難度的血量 真的是層幾何指數的增加 那圖本身的話 基本上就是 圓廣型 或很多小房間型 可以跨到下一個小房間 再到下一個小房間 優勢會比較大 這種純直線地圖 難度的增加 實在是太驚人了 OK 那 目前的話 因為我沒有買什麼 特殊的倉庫 整理起來有點困 我已經打了 53個幻象碎片 還有一大堆的 這個星團珠寶 星團珠寶的分析的話 我目前還在研究當中 那聽說 隔壁打阿琪老師已經有做介紹 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 那晚一點我可能會跟傳說版本的做一個比較詳細 在 那個 台幅開的時候再說 那幻象斷片疊滿之後就可以進到Endgame內容 目前在拖空階段你要完全的疊滿 它要一直開展望也可能需要開個 蠻多張圖的 我個人覺得一張展望點出來像我剛剛那張圖 一顆都沒有 平均起來的話有兩顆到三顆就不錯 有時候有些羽圖好像會出現一些傳說的那個迷霧怪 他的傷害跟攻擊效用都還蠻驚人的 那個lag對電腦的傷害也挺大的 非常的可怕 好的 我們來說一下我是怎麼把那個獎勵疊起來的好了 疊獎勵其實 以到後期來說我去找一張比較遠廣型的圖 這張圖應該是類似什麼 海岸地形我就去打這張圖讓我看到 他會掉聖甲蟲那我就想辦法盡量的把這張圖刷好刷滿 刷到這個接近王房的門口 他已經解開的時候已經疊了10層 10層的獎勵長這個樣子 那我基本上他最多可以到20層嘛 如果你沒有使用 他賦予給你的那個聯盟的那個玉 去增加他的那個迷霧的百分比 我覺得很難打到10層以上 像我剛剛水到衝這麼長的距離也才4層 正常打圖就頂多5、6層那邊 如果是怪不夠多 怪更多一點可以達到7、8、9層甚至接近10層 那我覺得獎勵要到很高層數才有效果 特別是要搭配後期的那個玉 如果你本身前期想要練等 我其實完全不推薦大家 做這種智障的行為去 破這種地圖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來講一下雨圖的部分 雨圖的部分其實我也結束的差不多了 目前的話已經收集了 13顆的玉 那往16顆就可以打第1輪的T19 目前來看的話我覺得調圖的機率 跟過去來說沒有什麼改動 還是很會調圖 只是深階圖的掉落明顯的有感降低 以前打T10的話 會噴很多T11甚至有機會出T12的 現在基本上都只能打到同階的圖 甚至同階在第1階的圖 那沒有像以前那麼好拖 就不太能用像以前的角落拓法 那我這次的拓法也算是測試一下 過去跟現在的拓法 有什麼差別 那我自己的測試之下是說 白圖打的比例會比以前高比較多 才能夠升出新的圖 那隨著時間的推進到後面的紅圖的話 掉落難度往更高階掉會越來越難 所以可能在4階覺醒之後 16顆4階覺醒 會有點小卡牆的階段 那個時候就必須把低等的圖 盡量的把它 先補完 補完之後呢掉圖率的增加 或再跟別人換圖比較能夠衝到高階的紅圖 比較不能像以前一樣用那種 暴力的白圖拓法 那順便提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部分 如果像以前一樣這3個階段 是可以用白圖去把它換出來的 但是現在你丟白圖進去一點效果都沒有 你就一定要丟出那個 等級的圖才能夠觸發勢力 我目前所有的 狀況都是3顆3顆 目前至少在第3第4階段的勢力網 都是只要3張圖就可以 一個觸發兩個 那個他同等勢力等級的圖 那到後期對紅圖的消耗量其實也還蠻大的 就算是3張 不能之前用白圖拓法可以省2張圖 現在要把圖擴完的話難度會比以前稍微高一點 不過也是比較有個明確的方向 紅圖的來源取得的部分呢 還是必須靠著多打圖 然後跟別人換圖 我個人去打紅圖還是會掉很多同階層的紅圖 但是通常都是 那張圖或者是已經解開的圖 不太會掉一些 還沒有打過的圖跟在往深陰界的圖 這點還算是比較可惜的 那 至於後來 宇圖的戰略什麼的 我再做整理給大家 只是我目前拓到現在的心得就是 拓圖的難度沒有像想像中會變得這麼的困難 但是你必須仰賴交易機制 之前可以靠 去免洗白圖 甚至去購買一大堆的圖 然後到了紅圖階段 你打T11、T12的圖 很高的機會會噴T13、T14 有在追我上個版本的直播的玩家應該心裡都有底 我在沒有什麼交易的情況下 除了後期有些T15、T16的獨特圖要去買 基本上怎樣只要打紅圖 紅圖基數夠多 他就一定能夠打得上去T11、T12、T12拿到T13 還蠻容易可以打到T14跟T15的 現在這個版本我紅圖刷了一陣子 也刷了五、六張紅圖 他只會掉 相對應同等階級的紅圖 升階的機率明顯降低 拓圖難度增加了 也許就是需要改變戰略 那接著我們來講到這隻角色好了 首先現在這個版本的拓荒 我是覺得 張望系統沒有到很可靠 除非你的角色能夠很穩定的刷 然後前期應該也不太會有張望欲 給你丟到圖裡面來用 這次的聯盟buyburn 我覺得後期應該就是 很棒可以把那個 霧霾土全部刷好刷滿刷到接近 15、20 如果以後 機體強到那種程度應該可以做到 這樣 獵手的價格一定會很高 那距離越遠他的程度會變得很強 也就是說你的地圖裡面沒有足夠多的怪物 讓你堆 累積掉寶的話 其實還蠻虧的 因為你 離了越遠 怪物就越強 那你往回走了他就開始倒數了 你的速度就不夠快 這點我覺得還蠻可惜的 某些圖的優勢會比一些圖 改變很大 那官方希望大家都去刷所有的圖 但這次的霧霾機子就真的沒有給你 那麼優秀可以刷所有的圖 那目前這隻角色的話雙抹滅障 然後其他都是金裝 只是我把 裝備換得比較好 那由於我本身沒有交易的做法 所以我基本上都是 想辦法拼湊一些低等同貨 拿去跟別人以物易物去做出來的一個機體 目前的通貨量還算是足夠 那也存到錢去換兩個韓鋼匕首 假如你有在交易的話 像是我一張圖都沒有賣 我也一張圖沒有跟別人收 所以我的 農通貨的進度就很慢 那以往在這個時候 我通常都會有農到五六顆以上的 從高時在台服 那我目前在國際服 大概只有一半兩到三顆的資金在身上 所以其實有點小小的可惜 不過韓鋼匕首當你一旦取得之後 打紅圖的網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壓力 他給予的傷害層面實在是太棒了 就是靠著這個 飛刃風暴挖飛刃風暴去轉 效果就很足夠了 那其他輔助技能也就 18、19等都還沒有練嘛 就有這樣不俗的表現 所以基本上裝備沒有什麼特殊的替換 我也沒有使用 新的珠寶 因為我覺得新的珠寶 通常都是給傷害 防禦面在低等打那些 張王怪的情況下 我是覺得 看不出什麼優勢 他有些會引爆 天外飛先丟來一堆東西 又把你搞死 你的生存機制真的是沒啥用 特別是近戰的話 打到後面幾層他又硬 然後怪又痛 天外飛來一大堆莫名其妙投射物 持續傷害 炸地板連環報 根本沒辦法應對 這個真的是很傷腦筋的一件事情 那我目前版本的話 防禦機制其實就只有 物行者身上的一個光環的減傷 那一樣我等等會把 東西 放在底下的說明 包含我的伸展台那些的 所以 不管有任何問題 之前請先去看伸展台 然後我這個 版本的一個拓荒油派 也有在之前的3.10版本 拓荒介紹裡面用 那目前已經修改的跟當時的差不多了 所以可以直接參考之前的東西 如果你的進度比我更快 你可以直接買後續的東西 比如說劍毒啊之類的東西 再次的增加你的角色的傷害 估計 可以提升的空間還很多 因為我目前還是穿著白跑 身上也沒有半件加速毒的東西 加速毒甚至連油都還沒有抹 目前的傷害已經足夠打過紅塗 那我覺得 該有的東西都有了 T15 T16也不是太多的問題 天賦的部分 我盡量的就是把範圍 效果拿起來 那你沒有必要拿範圍傷害 因為範圍傷害這個 毒是吃不到的 所以只要拿範圍效果這個小點就可以 一圈持續傷害點出來是蠻必須的 這樣你的瓦爾菲倫風暴的持續時間 才足夠可以把王殺掉 4.5秒的瓦爾菲倫 然後你炸完之後 有4.5秒的瓦爾菲倫 目前沒有任何的王 可以在這個情況下生存 你疊了4.5秒的毒 然後再把毒的延長效果換算下來 那個Boss基本上一定會死 再來主力防禦機制就是走雙躲 剩下的話就是血量 那些東西 暴擊還是多少補一點 因為這個角色是毒中毒的毒傷害還是需要暴擊 那因為脆毒打擊 毒走是給的毒傷還蠻有保障的 所以角色也不會缺傷害 以上是差不多第二天的拓荒心得 今天就沒有錄太久 給大家來一個參考 如果你也是玩類似這樣的瀏海的話 稍微農點錢 把航缸換起來 身上裝備 血量抗性乘一乘 那隨著等級因為我目前87等嘛 估計到90等之後 還有很多血量可以點 到時候會有5000加雙躲 裝備再換好一點 90多等5000雙躲 衣服換一換 我估計應該也可以蠻充容的面對遊戲 我個人在台服有5500的血量雙躲 也算是玩得還蠻愉快的 第一個抹滅可以爆炸 打王你不用貼 你可以直接炸完再走 再加上其實還有一些 減傷的機質 比如說 這裡的 血肉骸骨 可以再做減傷 致盲的一個效果 雙躲等等 躲避值還蠻高 但是他不是投鐵的角色 不能硬持傷害 這是要給大家做一個 小小的補充說明 好的 至於這隻角色未來的前景 其實我應該也還蠻確定的 他基本上就跟過去的毒刺客 非人流派的架構是一樣的 那我這次國際服務稍微的測試一下這隻角色的拓荒能力 我是覺得蠻適合這個版本的 好的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拜拜